龙头鱼和海扇 龙头鱼分布在热带与亚热带之间的岩石或珊瑚交多的秦海地区 以胸肌有水 姿势十分奇特 龙头鱼具有共生性 它们会在海洋中建造清洁站 为大鱼提供廉价优质的服务 海扇这种水下猛兽有杀手的恶名 它体长如蛇 脑袋小 嘴巴前凸 嘴巴长满尖利的牙齿 牙齿大的嘴巴都合不上 在海底 海扇不容忍任何冒犯 他把影响他生活质量的同伴以立示为敌人 毫不客气地统统纳入口中 也正因此 海扇随时随地要聚精会神地听 要张大 长满尖利巨齿的大嘴巴待命 只有龙头鱼 鱼类中的青道夫 敢于和海扇肩饼肩膝细 一火钻进他嘴里 小龙头鱼无所畏惧 他悠闲地游进海棋的血盆大口中 帮他剔除牙垢清洁口腔 龙头鱼经常吸食海扇身上的寄生虫 减轻了海扇的痛苦 作为回报 海扇自然不会对自己的职业清洁师痛下杀手 反而十分欢迎他们的到来